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S8的预购成绩非常乐观 作为苹果十周年制作 iPhone 8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科技圈又来了一波曝光图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一大波的iPhone 8渲染图 轮廓图 筋膜叠照都来源于不知名外国网友 这款iPhone 8除了顶部有听筒开控外 其余部位全被屏幕覆盖 据称边框也只有区区4毫米 除了正面 背面也采用了2.5D弧面玻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背面纵向排列的双摄像头 位置在左上角 闪光灯则夹在两颗摄像头中间 不测两颗摄像头还是一大一小 预计依然是广角加长焦的搭配方案 重框采用金属材质 整体圆润 侧边的物理按键也有明显的弧度变化 如此一来 手感应该会比iPhone 7系列要好 值得一提的是 iPhone 8并没有采用古传导技术 依然保留了听筒 另外根据网传轮廓图 iPhone 8将前置摄像头距离传感器 将到麦克等都隐藏在了屏幕内部 而且还采用了双前置摄像头 接下来是一组基膜图 甚至还有一个背面角度的加工模型 据说是富士康内部流出来的CNC模型 对于iPhone的标配后键这次是完全取消了 从组图来看背面并没有Touch ID指纹识别 说明应该是集成在了屏幕下方 各位小伙伴还满意吗 好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与我们留言互动 当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景 与我们进行嘴对嘴的交流 OK 我就抱抱不干别的 我们下期再见咯 by bwd6